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国落单的属城 是我 是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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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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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亏赤兰聪慧 抓住真凶 不然谁能想到 堂堂玄其王的贴身侍卫 竟然行刺乾国使臣 此事与玄其王无关 是我一人所为 陛下 他曾说使臣已死 韩正也无法活 他们是冲着殿下来的 我是为了齐祖 大胆 截杀使臣挑起两国 事端还敢说是为了齐祖 玄其王 你一心想与乾国合作 却让我们齐祖处处受陷 我杀使臣 就是为了让你 断了这个念想 遭负千秋万代的齐祖 我们不需要与他们合作 我们应该踏平难放 年纪大了 慢多了 都没出事 你怎么考虑 还要求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不需要 你心想要求你 你心想要求你 你会承受 你不需要 我认识你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这就够了 难道你要信他的 把玄岐王也交出去 玄岐王 你说呢 陛下英明 想和大家分享一头路 都这么难哪 还吃什么饭哪 苍岐部随时请领 陛下 我们赤岐部愿前往九霄城 凝救韩征殿下 韩征是您的独子 是齐族的未来 我们一定要救他 只不过 陛下 苦心经营的两国之交 怕是要退回到原点了 但是 如果陛下愿意用我们悬岐部 随时我也 行了 大家的心意我都领了 可这已经演变成 两国之间的事情了 前期六约 钱国本来就对他有所忧虑 他之所以派使臣来找我谈 就是想让我在韩征 和前期六约之间 做出选择 这顿饭不吃也罢 你们都回去吧 高射 好 陛下 臣身为韩征的老师 臣请命出征 带回殿下 还望陛下恩准 陛下 臣下月本就要出事九霄城 去商议前期六月的细则 还请陛下允许臣先行前行 为此次商议做做准备 你们的意思是 想把韩征和前期六月都保下来 陛下 使臣被杀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 我们拖不得 那你们就去办吧 但是你们必须要记住啊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必须要在韩征和前期六月之间 做出选择的话 为了齐族的未来 只能选前期六月 愿星辰保佑吧 韩征和齐族的未来 就交给你们了 愿星辰保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大人 原来张大人被绑走 却无意中逃跑 在追逐之中掉下悬崖 所以 无法按照童谣案去处理 所以张语初采用扎木克的实践 称当了童谣的最后一举 我来 谢谢王爷 真是麻烦九儿姑娘了 这段时间还给我们讲案子 把嗓子泪成这样 这哪是你呀 这是好处来的毛病 刘福 我记得侯爷 上回带来一些雪莲膏 你给九二姑娘泡上 不用 不用 谢谢王爷 我这个嗓子啊 吃那些金贵的药 反而没用 我喝点水就好了 我喝点水就好了 对了 王爷 我发现此案 那还有一大漏洞 所以想找王爷来分析一下 你是怀疑 他还有个助手 这也奇怪了 他连张大人的尸体 在哪儿都告诉你了 却不愿意告诉你 那天在高塔上 把你推下去的人是谁 劫走四位大人 伪装成同样按凶手的人 必定是张雨楚无意 可是这个扎木克不一样 扎木克是齐族的亡命徒 那体力能力都在张雨楚之上啊 这个张森说给他用了药 可是两个敌对之人 他怎么用的药 又怎么绑住的他 这一切他都没有解释清楚啊 这个我对齐人不是很了解 这时候如果韩公子在就好了 王爷 我想问一下 今日还是没有尸臣的消息吗 目前还没有 怎么能回去这么久了 还没有尸臣的消息啊 说北路远嘛 可能有什么事耽搁了 不过你放心 韩公子毕竟是齐族殿下 两国之间 不会对他的事袖手旁观的 可是 这路远吗 你看啊 爹从乾国到齐国 就算是快马加兵 那也得需要五天时间 加上这一来一回 就需要十天 不对啊 九霄城往来寿北 十天臭臭有余 如今半个月都过去了 不对啊 怎么了 伯爷 我突然想到有些事情还没有做 谢谢王爷陪我复盘案情 倘若有韩征的消息 我一定马上告诉你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殿下你再不回来 我就得热死在这儿了 一下 有 好一个贴身侍卫 纵容殿下出逃不说 连殿下怎么出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国师饶命 那殿下注意也他不太爱我呀 蠢货 你小声点 你要把周围钱人都召来啊 那你就一直在这儿等着 殿下出事之后 我没有通关文帝 我在九修城 肯定就寸步难行 我饭都吃不上 我就只能躲在这儿了 殿下出了事 你一问三不知 我们怎么救人啊 我看不如现在就把你撕了 让你重新投胎换换脑子 我想起来了 虽然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但有一个人知道 谁啊 当时殿下出事之前 和一个精明能干的小巡卫 走得特别近 他俩还一块查案来着 钱国的小巡卫 他知道殿下身份吗 那当时不知道 殿下当时是利用他 那听你的意思是 后来知道 对呀 我当时还去找他了呢 他当时就知道了 蠢货 你怎么不想想 以殿下的身手 怎么可能会被抓 说不定就是这个小巡卫走漏风声 害殿下中了圈套 大人 确实 这个巡卫确实很狡猾 三番五次地把殿下骗得团团转 难不成真是他 设计下海殿下 那我得撕了他 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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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 不是 果实就是那个小巡卫 小巡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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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也能当玄武 排精灵能干 你 你 你 就这种身手 也能在九霄城当巡卫 大人 他真的是 看样貌 也不像是美人计啊 喂 你这么直白 用脸上人自尊线外 说 你是谁 是谁 接近殿下有什么目的 在下 督察卫巡卫素卷 是韩生殿下的搭档 他向来独来独往 别说前人了 其人他都不跟人搭档 那也许是 他觉得我凉快 你们既然体温高嘛 他肯定想把我放在身边 当个冰款式 降点温嘛 不信您可以试试 他碰我 怎么没有含成那种感觉啊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这么奇怪 我只是 小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现在体质比较差而已 刚刚听见客哈 喊你叫大人 想逼你的官职不敌吧 你就偷偷跑到九霄城 莫不是使臣出了什么事 还算有点脑子 那韩生岂不是 那韩生殿下 岂不是有危险啊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关心他几句 我就信你 他入了狱 你毫发无伤 你不对劲 那也不能怪我啊 我之前 跟他只是合作关系 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他是什么绅士 当他入了狱我才知道 他大有来头 现在想救也救不了了 那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划兽性 大人啊 时间有限 您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你有这个时间问我 您不是见到韩生殿下的时候 您问他岂不是更好吗 你又怎知时间有限 我 我们派去的使臣 一直都没有回九霄城 有些人推断是因为路途遥远 但是我算过了 从九霄城往返朔北的极限 通常六日就可以到达 可是他们去了半个月都没有回来 见到你们 我就更加确信啊 使臣一定出了什么事情 所以才使得你们几位 慌了阵脚 另寻其他的方法救人 说说 你还推测到什么喽 你们 你们 应该是要去劫狱吧 你知道的太多了 你就留在这儿 有什么风吹草动上 那秦儿告诉我 好 那丫头要是敢骗我 你就回去杀了她 再跟国师会合 大将军放心 我一定不足重人 大人 您带上我吧 我求求您了 别耽误功夫了 走吧 韩青 你等着啊 我来找你来了 我来找你来了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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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 我告訴你啊 這裡用了可以去除奇人味道 並且抑制無感的沾箱 在這裡吧 你們奇人的鼻子 還比不上我的呢 就這兒 你怎麼開個在這裡的所啊 這是我們痴奇的特殊工藝 智藍 你怎麼來倩果了 韓正 你 你怎麼喬喬成這樣了 你不是殿下嗎 他們怎麼還敢不跟你飯去啊 你們兩個怎麼一起來的 事情鬧大了 他們給你下藥了 定是怕我跑出去 才使用這種嚇散爛的法子 我可真過可憐的 好 吃不飽就算了 還睡不好 有的人每天在牢外亂毫意圖 吵得要命 我還不是怕你內心太脆弱 你站在牢裡憋瘋了怎麼辦 你都沒幾分力氣了還跟他拌嘴 難道你真的是為了救他 在皇宮裡劃刑 你先別管這個了 先回答我 前過不是早派使臣過去了嗎 你怎麼會單槍匹馬地來到牢裡 怎麼 出事了 牧差趁我們不備 把錢過來的使臣殺了 果然被他找到機會了 那老頭子怎麼說的 不管我 所以你自己來的 想什麼呢 趕緊跟我走吧 走 省省吧 不能走 如果我走了 老頭子的理念就功虧一虧了 我還有一個辦法 你有一個辦法 你該不會是想讓他發揮作用吧 我 關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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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場 關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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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殺他們的洗身 找我的奇人 關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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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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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见九二姑娘了吗 参见王爷 参见王爷 你们俩又没有见九二姑娘 我找她有急事 王爷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九二姑娘她不在啊 您有事可以找我们呀王爷 不是 王爷 这群奇人 真是越来越猖狂了 居然送来两口棺材 朕倒是要看看 他们怎么救走那个殿下 你冒险 拜见定昆帝 拜见定昆帝 公然杀死我国史臣 你们竟然还有脸面 登上这大殿 陛下 我们前来 正是想解开此误会 误会 乾國使臣被害實屬意外 是我們齊國的疏忽 理應賠罪 雪棋王特命我向乾國 呈上萬兩黃金 以示撫慰和歉意 等等 殺了人還如此猖狂 難不成 齊人認為 人的性命是可以用黃金 來抵消的嗎 自然不是 黃金只是代表雪棋王 積拿真凶的誠意 但雪棋王也請各位深思 人死不能復生 不要因為死了的人 而影響活著的人 伶雅俐志 赤嵐將軍 在我們前人心中 律法制度 勝過一切 你們給出這種誠意 不如給出兩名死者遇害的原因 經過 凶手 畢竟使臣代表的不只是個人 還有我們兩國 對彼此的態度 你們不會不明白吧 陛下 我們來乾國 本是兩件事 一是帶回韓征殿下 二是給死去的使臣一個交代 這些黃金 代表的是我們 嚴懲兇手的決心 齊國境內 已在全力搜捕 相信很快 便能找出真凶 但也請你們相信 這只是一樁意外 切勿遷怒於其他事上 這是 讓朕不要追究使臣的事咯 陛下 我們也不曾追究童謠案中的凶手 因為我們相信 那件案子 也只不過是民間的恩怨所致 這怎麼能混為一團呢 荒謬 竟然將這兩件事相提並論 沒錯沒錯沒錯 這個混為一團啊 韓領國師 使臣被殺是大不敬 代表你們齊國無視我乾國威嚴 這與民間流傳的慘案 豈可混為一團 但民間所事 也可看出不少端倪 近年來前其關係一直緊張 前人一直怪罪齊人 性格跋扈 可現在大家都看見了吧 齊人這些年 是一直被人冤枉的 而且使臣一事 你們乾國亦有過失 豈有此理 這有成何體統嗎這是 韓領國師 此話怎講 使臣被殺 是死在朔北與乾國的交界處 三年前 乾國多番顧慮 一定要關閉與我國的官道 兩國之間原本就有的往來 就這麼放下了 以至於我們不能第一時間 接走使臣 你們這是惡人先告狀 陛下 雪齊王一直信奉前卒所說 人性所向並無區別 須以法典限制 方能發揮他最好的一面 偽修完的官道 不正好證明沒有約束 惡舊已經滋生了嗎 我們又怎能將責任 推脫給其他人 那也是你們齊人殺的人 是的 陛下 是嗎 齊人之中有凶徒這件事 我們齊國必會給乾國一個交代 一如乾國督察衛 為童謠案所做 這什麼錯呀 怎麼說是空口無憑 就啊 這什麼 這什麼 這什麼保障啊 就是啊 這什麼 鬧啊 拿什麼保障 又扯上童謠案 齊人想用這個案子 憑自己的過勢 也太囂張了吧 諸位 不是我們要扯上童謠案 而是我們不追究童謠案 乾國境內有前人 造謠我們齊人的聲譽 若是追究起來 怕是要兵戎相見 這是你們想看到的結果嗎 赤嵐將軍 這件事 你們有諸多花言巧語 但另一件事 你們無從抵賴 不敢 另一件事 我們也不知情 不如你們把我們殿下 請上來說個明白 我們也好知道如何定奪 來人 宣齊國殿下 宣齊國殿下 誰還好 殿下 你怎麼受成這樣 難道 不碍事 來人 請韓禎殿下就坐 不用了 我還是站着跑 這樣 也符合你們乾國的規矩 好 既然殿下已到 我们不妨当面对质 韩征殿下 在没有通关闻蝶的情况下 潜入九霄城 闯我皇宫 还化作兽刑 引得我宫中大乱 请问此事是否属实 是 赤兰将军 此事清晰明了 你们韩征殿下也已经认了 但是我们承邀二位大使前来 是因为韩征殿下身份特殊 这闯宫之罪 虽在乾国发生 但是乾齐两国律例 对此判断不一 我们想问 齐国 想以哪国律例 定含殿下的罪 敢问诸位 若按照乾国律例 殿下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大家都说说 如果乾人擅闯皇宫 惊扰圣驾 该当何罪 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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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兰将军 化刑之事在齐国稀松平常 但在乾国是万万不行的 当然了 朕还是念及两国之情 也愿意给齐国殿下一个机会 陛下请说 这次判断 是 判断 是 你这次判断 这次判断 是 判断 判断 对 这次判断 是 是 判断 判断 正是 我救了你们前人 你们却判了我一个死罪 这前人定下的律法 听起来 有点没道理啊 陛下 请容我细问 你要这么做 有几个判断 做一枪 她 这次判断 这面有房子 bug 明菜 不能用 酒 特酒 看铭百贵 她 后来 其族就忠爱探究各种案件 此次来到九霄城 虽不合法度 但协助督察卫是有功的 陛下刚才说 前妻六曰 要求前妻犯法同罪 可前国一向秉持有功同论 如今只论闯功之事 却撇开破案之功 不知是何缘故 口说无凭 他只是参与了案件 哪一层能证明他有功劳 我有证人 证明我所言非虚 其人 自当帮着你们其人 陛下 是你们前人 我说的是前国巡位 督察卫 苏九儿 苏九儿 督察卫 宣 宣督察卫 巡位 苏九儿觐见 皇爷 别怕 跟我来 皇爷 别怕 跟我来 参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你一个小小的巡位 凭什么作证 父皇 韩公子跟九儿 当天是一同入的宫 还是儿臣做的担保 您忘了 你 你怎么演 父皇 前启两国世代交好 民间也有不少佳话传承 如今韩公子闯入宫中 是为了救我国子民啊 儿臣 是不想让前启两国的友谊 秦三国 韩征绝非要对陛下图抹不诡 自童谣案以来 他就跟着小人一起办案 之后 随着小人入了宫 调查张玉处的事件 再后来 因为卑职失职 困于兵教 所以韩征才花了刑 搜救卑职 以保证据不失 这论起来 韩征也是 为咱们乾国效励力 我们怎么能误会他的好心呢 真是可笑 胡说 一个齐国殿下 咱们可能为乾国效励力 就是 是真的 陛下 我这里有督察卫特聘的尤荀聘文 请陛下明察 尤荀 比寻味还小一等嘛 儿臣听闻 齐人无感通达 在办案这件事上 有非凡的天赋 侄律寺那边已经有先例 特聘齐人帮忙搜寻线索 效果显著 此案乃乾国之案 殿下不令身份为乾国办案 因事出紧急约了举 但殿下所为 是为了督察卫 而不是齐祖 放肆 谁知他身后还有什么人 若是要无端揣夺 那我也想问一下 那个天天在宫里办事的张玉柱 又是听从了何人言语 要这般挑拨我们前妻之间的关系 陛下 我们齐祖可否也要一个说法 总不能说 是我们轻视其人吧 不过说起来 这案子确实理亏 前妻两国素来交好 确实不能无端揣夺呀 父皇 那 是 但是 赏罚相抵 按大前律 死罪可免 但一顿账刑那是免不了的 赤兰将军 圣上宽宏 已经还了你们殿下清白 但大前有言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顿账则该不会还要减免吧 我救了人下了狱 现在还要挨绊子 殿下一定甘愿领罚 好 朕念在韩征破案有功 赏罚相抵 账则五十 这下你们都满意了吧 五十账啊 虽说前妻同罪 可对于一个凶猛的齐国殿下 是不是有点太轻了 他已经被 关了半个月了 你看那身子骨肯定不行 不死也得陪人办条命 带齐国殿下 下去领罚吧 是 殿下请吧 朕罚了 退朝办 等等 陛下 尔征是卑职的搭档 此次坏了行 也是因为卑职失职 卑职甘愿替他受罚 父皇 他们是儿臣一块带入宫的 儿臣也甘愿一块受罚 父皇 既然他们当罚罪责五十账 这三人又都有罪 论起来也难分谁清谁重 不如就让这二人平分了去 恭送陛下 回来 我的妈呀 爽 但以为陛下要秘密奇人的威风 这吓吓了 怎么这独茶位 跟王爷还进来了呢 不是 大好的机会都把握不住 反倒让他们占了伤风去 儿臣令父皇失望了 陛下切勿忧心 此事也怪不得太子殿下 齐国国师与大使 哪个不是寿命极常的齐人 他们都与先帝有过交情 很会周旋啊 此番对太子殿下是难得的历练哪 若不是前阵子 邓相身体欠佳回乡休养 也许现在此事就不是这般模样了 都是老臣的错 未能为陛下分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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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你可以多趴几日好好休息 知道 你 你赶紧给九二姑娘去送点药去 是 快去 快去 照顾好王爷 是 走 晓晴 你快快 拿扇子给我扇上 快 好 弟 这会儿日到疼了 掌兄 你来啦 晓晴呢 晓晴啊 我来吧 你这千岁的屁股 也不是寻常人能伺候得了的 正好我有些话 想私下和你说 掌兄 你是不是又来教训我的呀 我不教训你 这次是仗泽 下次 谁知道你能闯出什么祸来 你一向不设朝政 不知其中厉害 你以为 父皇许了你这顿板子是成全你 他是想告诉你 你为了其人 折损了父皇的威严 他对你失望了 掌兄 你快快拉我起来 快快 疼 疼 疼疼疼 我让父皇失望的事情又不止这一件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从小心无朝政 又不想当什么皇子 我要不是为了长兄啊 我早就离开皇宫了 去当一个自由自在的扶贫取了 不许胡说 这四周又没人 好不容易能等到掌兄说说心里话 我偏要说个痛快 今天虽然挨了顿板子 但是我心里开心 一顿板子换两个心直口快的朋友 结两族情谊 那岂不是佳话呀 两个 我看 是那个叫苏九儿的小巡位吧 那观音 他是你什么人 为何你如此为乎 一个很重要的故人 maior 今天